好开心游乐园来到侏罗记 副理农会稻草艺术记已经成为花东地区之名的打卡景点了 那么农会是不断的给出惊喜 春节年假倒数26号在园区的中间一处看到新亮点 有黑熊也有竹子边的竹猩猩 新造型让现场的民众赶紧来拍照做纪念 一大小的黑熊就出现在稻草艺术记一处 让来游玩的民众停下脚步来拍照 另外再往前走大型的竹编已经成型 就是一只竹猩猩坐落在稻草中间抄吸睛 总干支表示这就是要给大家的其中一个惊喜 那我们这个竹猩猩呢非常的可爱 今年的主题叫做信心十足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得到龙猩猩是大型的 用我们跟女物举李三倡议的精神 就是用我们复理很多废弃的竹子会竹领 我们怎么去活化它 所以我们做的是自愿循环利用的这个概念 张素华说黑熊稻草是第一次出现 除了给大家新的角色之外 更重要是透过黑熊稻草传递更多的生态保育的观念 团境保护很重要 我们要怎么样呢 让我们与我们在我们台湾生存的这些保育类的动物和谐的共存 怎么一起在这块土地上一起和平的共存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要学习的课题 开心乐园来到侏罗记 布里农会稻草艺术季已经成为花东地区之名打卡景点 农会不断给出惊喜 春节年假倒数 26号在园区中间一处看到新亮点 有黑熊也有竹子边的竹猩猩 新造型让现场的民众赶紧拍照来留下纪念 记者高雄双 布里香 采访报道